对我个人而言从事这个世界 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 我从大学时代 就是开始喜欢看古今中外的传记 然后我是什么样的行业都看 所以那我就当然对行行出传言都很喜欢 所以不管他是政治人物 经济人物 或者做教育的 或者是画家 或者像温森繁古啊 就是皮卡索啊 或是他任何时代的 包括我们中国的八大家 任何时代的 不管是艺术 或是教育 或是人类学家 或是政治家 因为政治家影响整个的资源 我都会很喜欢研究 然后我很高兴从事这个行业 把我个人原来的理想 因为我们这个工具就帮助我们 可以帮助企业人尽其财 然后呢 我个人的理想 就想说 哇这个工具 它是它这么精准 它可以 它又是全球 有两千万的资料库 那在美国就已经有十几家研究所在用 那所以它精准度很高 那我就刚好 跟我原来看传记的理想就连结了 所以我每一年 当时我在回来台湾 我就用动物和人物和他的心理学的这个 这个比较抽象的文字把它连结起来 让学习人很容易 所以在这个1992年 我就开始什么老虎孔雀 五尾熊猫涂鹰和变色龙 那现在反间不是我们这个品牌在做的 都是盗版 那只是我现在也不会去为这个事情再去做争议 那最重要的我因为这样 我每年就出了一本新书 那我举个例子 我第一年就帮我在这个美国 因为我练的是政治科学外交中美关系 那又练了高阶主管硕士班 我就第一本书 就专门写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 跟国家的兴衰 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写成功轨迹 所以